好 來看這個畫面 四主恐怕是真的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的 這是台南一個蔡先生 他養了一隻狗 這隻狗叫做鐵牛 其實蠻可愛的 但是他之前做了一件事情 竟然是把桌上一把三萬塊鈔票全部咬碎 事後還是非常無辜的表情 讓這個蔡先生真的是拿他沒轍 花了兩個多小時 才把這個稅鈔拼湊出大概 準備拿去銀行換鈔 不過這個兇手鐵牛就先被關起來反省 一張張千元大鈔 每一張幾乎都被咬碎 兇手就是咖啡色的這一隻斑道 鴿犬鐵牛 趴在碎紙鈔旁 還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直到主人發現 抓著他只認一桌子的碎鈔 這時的鐵牛才終無辜 轉著眼珠子偷瞄主人 這隻鐵牛是台南一位蔡先生的愛犬 養了半年來全家都相當的疼愛 沒想到日前他卻當自己是碎紙機 咬碎主人放在桌上的三萬塊千元鈔 就很傻眼 差不多花兩小時把它拼好 可是剛才去那個銀行的時候 然後再重新拼一次 那有全數換回嗎 有啊 有有有 性刑犯鐵牛被抓 關進籠子裡好好反省 其實很多狗都像鐵牛一樣 你在幹嘛啊 七個月大的米克斯嘎逼 也是愛磨牙 愛亂咬 牆腳 椅子 地墊 五一幸免 受醫師建議可以給狗狗磨牙骨 一來減少亂咬造成的破壞 二來降低狗亂咬受傷的可能 最重要的是家裡有愛亂咬的狗狗 鈔票一定要收好 華視新聞劉漢盛 邱軍平 許靜一 台南報導 控制好東西 Heaven 瀟龍